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沒有要來實況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影片開始前我先提醒一下 這禮拜六要釣魚大會啦 不要忘記那天晚上8點我會開直播 再辦一次7月半水鬼抓交替大賽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來參加喔 那今天的影片其實沒有什麼內容 我只是想藉著這一點時間來閒聊一下 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 那今天的話題可能會比較嚴肅一點 算是大人的話題喔 因為我最近發現我好多觀眾是小朋友 所以我要先聲明一下 今天的話題可能小朋友會覺得很無聊喔 不過還好我平常就不太會講髒話 不然很容易教壞小朋友耶 壓力好大喔 是說呢 我頻道訂閱2000了耶 大家不是都很喜歡在那種每年跨年的時候 就在FB還是IG上面發一些 一些今年的目標 我今年一定要幹嘛 我今年一定要幹嘛 之類的文章有沒有 那我記得呢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有給自己訂一個目標 目標是說呢 希望我的頻道訂閱人數能破千 然後觀看的總時間 要超過好像4000小時吧 才能開營利這樣 那這是我年初的目標 結果我現在就已經 破2000了 這數字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夢幻喔 不過我覺得既然都做到這裡了 我會朝著破萬的方向努力的 這是結論喔 我先把結論給講出來 就是我會往訂閱10000的方向努力的 那我先來講一下 這一個多月來我生活上的變化好了 我通常都會把 就是在禮拜一的時候就先想說 我這禮拜要PO什麼影片 我就都會先把主題給想好 那白天的時間呢 我就會先想說我要拍什麼 那如果是工業性質的影片呢 我就都會先寫好那個腳本啦 那晚上回到家呢 我就會握在房間裡面 就是錄片啊 如果是那種攻略性質 就是還要實測的 就是還是會花很多時間在那個實測上面 然後就是在剪片啊 上字幕啊 通常事情做完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蛤11點了 然後我就會趕快把動森打開 可能一整天都沒有時間去開它 然後就把 那天動森還沒做的事情就做一做 就比如說 每個村民的送禮啊 然後挖礦啊 然後現在還要潛進去撿那個返利貝啊 然後看那天有哪個NPC來啊 然後把事情做一做然後就睡覺了 可以說我把我所有的空閒的時間都 用在製作影片這邊了 那另外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 我的動森的 好像是這邊可以看得到啊 遊戲的時數 我現在時數是1095小時以上 你們可能會覺得好像很多對不對 但是你們知道我在 開始拍動森的影片之前 是幾個小時嗎 我還沒拍的時候我已經玩到920個小時 也就是說呢 我的遊戲時間大幅的縮減 因為我原本就是一整天幾乎都是窩在 動森的這個五人島世界裡面 那現在就是 為了要做影片就是 能在上面的時間變很少 那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要檢討一下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 如果都不給自己有休息時間的話 遲早會被掏空 就是不管是心靈上或者是 一些想法 想法技術 欸他是不是要做沒辦法做 讓給史佩亞做一下我再做上去好了 所以我在想說 之後我可能會用固定時間上片的方式 就是讓自己可以好好去分配時間 那我預計之後呢 我可能會固定在禮拜二跟禮拜四的時候 上那個動森的影片 因為畢竟大家還是比較想看我的動森影片 那周日的時候呢 我會上一支其他遊戲的影片 就禮拜天的時候 那我可能周三或周六的時候 可能會開個直播跟大家一起玩 然後可能會是周三或是周六 可能不確定 我可能要看到時候的 可能遊戲的活動啊 或者是我自己個人時間的安排上 那為什麼會選三或六呢 因為這兩天 我這邊垃圾車休息 我就不用顧慮到實況的時候會被聲音感擾 其實以一個做遊戲實況的人來說 我的頻道的成長算很快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有很多遊戲實況主 他可能經營好幾年了 可是他訂閱會卡在幾百 然後觀看次數就是只有幾十 就像一個多月前的我一樣 那我非常明白非常清楚 我只是運氣很好 就是搭上了動物森友會這個浪潮 那你們看我的閱讀空氣 跟我的寶可夢咖啡廳的點閱數就知道了 就是 那個點閱數差很多 那從YouTube的後台數據啊 我完全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就是我PO怎樣的影片 點閱率一定會很高 那我PO怎樣的影片 這個大家會不會感興 就是比較不感興趣 所以我現在大概都有個底了 但是啊 也是有比較例外的啊 像我就沒有想到那個 送禮的影片會這麼受歡迎 他好像已經兩萬多了吧 那我現在就是有一些其他想做的遊戲 可是我又怕做了沒有人看 就是客群不對 但是呢 我也不可能就是 就是動物森友會一直做下去嘛 這遊戲 在怎樣他都會有一個他的壽命在 那因為我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 前陣子就是非常非常的焦慮喔 那我有加一個 就是格鬥遊戲的群組 因為我本身也是蠻喜歡玩格鬥遊戲的 那裡面呢 有一個已經訂閱書 他是PO1的YouTuber 那我就去請教他相關的事情 那他 我去請教他 結果他跟我講說 欸 我的頻道用得不錯啊 我本來是要請教問題 反而被他稱讚了一下 然後當下的感想就是 喔 原來我好像有點強 可是那個焦慮感還是在的 就是怎麼辦怎麼辦 我的頻道要怎麼經營下去 那上個禮拜六呢 我又跑去找一位 也是認識蠻久的實況主 他的YouTube呢 沒什麼認真在經營 可是他也有六萬多的訂閱 對我來說是個很厲害的人 那 我真的很 當時 就是還蠻焦慮 很焦慮很迷惘啊 對經營頻道這一塊 那我就去找他吃個飯 然後聊了很多關於 頻道經營的事 也給他看了一下我後台的狀況 他給了我超多建議 等一下 為什麼你一直卡在這裡 實配啊 一直卡住 終於坐上去了 剛剛講到哪 剛剛講到哪 對了 他給我很多建議 然後跟他聊完之後 我覺得我真的是輕鬆很多 就是覺得還好說 還好有個 前輩可以讓我這樣詢問 就是有個 有個 有這樣經歷的人 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心情上就是輕鬆很多 那 基本上呢 因為我 我算是一個 雖然我是那種 就是進餐廳 點菜 可能就只要兩秒鐘就好 不像鵝肉麵要六小時 已經要扯到嚴肅英語了 但是就是我在面臨 就是那種重大決定的時候 我就會那種 怎麼講 到處求別人的意見 然後自己會陷進一個很焦慮的狀態 是那種真的會讓心生病的那種狀態 所以真的有人可以給我建議 或者是給我一個方向 我會覺得幫助很大 那所以 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現在已經沒有像 上禮拜之前那樣子那麼焦慮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我現在才有辦法 在這邊跟大家好好的聊這件事情 然後呢我覺得 我的生活整個變化最大的 就是突然多了很多忠實觀眾 還能看到這邊的你們應該都是忠實觀眾 我還可以繼續努力的PO影片到現在 訂閱兩千啊 然後 然後 還收到一些公司的邀請 都是因為有你們 那 各位的留言我都會看也都會回 除非有的留言我真的不知道要回什麼的 我就可能按個愛心之類的 那有人在留言問攻略的問題我也會回 那我都沒有回的就表示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那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很怕就是亂給答案就誤人子弟嗎 然後再來的 講到留言喔 講到留言我想到一件事 我就很意外說有很多留言 都告訴我說 他們喜歡我的聲音 我心情是蠻複雜的 就是我很開心有人這樣稱讚 我也很感謝 真的 真的 但其實我對自己的聲音是 自卑感到多一點 接下來話題可能會很嚴肅喔 就如同大家所聽到的 就是我的聲音是比較輕柔一點的 然後在我小的時候 就國小的那種時期 其實都還沒變身嘛 就是小男生都還沒變身 那我的聲音都會被同學笑 就是都會說 啊女生好像女生喔 你是娘娘腔之類的 那自己班上的同學其實還好 但是因為相處久了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欸我人還蠻好的 就是不太會笑我還是欺負我 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交的朋友都很兇啊 可能他們就是 因為看我的朋友 他們也不敢對我怎樣就是了 但是呢 其他班級的人就是不一樣 他們可能會知道說 欸哪一班 有一個講話聲音跟女生一樣的娘娘腔喔 就是 也不知道哪裡傳來的風聲啊 但是我們學校就小小的 一個年級才六班這樣子 那 可能他們就會看到我走在校園裡啊 然後就會故意 跑到我的面前來 就是裝女生的樣子給我看啊 還是說 像我也有被送去那種 不是有一些學校老師 他們課後會開一種小小的補習班有沒有 可是現在想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被送去那裡啊 他是那種其他班的班倒 那全班都是他的學生 那個小小補習班都是他的學生 那只有我一個別班了 我現在想起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被送去那裡 那在上課的時候我被欺負的超嚴重的 你們能想像說在一個小小的教室裡 雖然說是教室啦 其實就是老師的家 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然後裡面的其他人都在圍著你 在笑你這樣子 然後那些學生都是那老師的學生嗎 我就是很像外人這樣子 所以老師也就是沒有處理 他就是冷冷的看著這一切發生喔 那我是記得我那時候 哇 現在講到歌有點像哭 那時候我記得我回到家 就哭很慘啦 然後 嗯 抱歉 一時情緒泛濫 那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媽也很生氣 我爸爸還跑去補習班 對著老師跟學生發脾氣這樣 總是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啦 所以我一直對自己的聲音是 比較自卑的 所以有留言跟我說喜歡我的聲音 還是 覺得我聲音很好聽的 我真的都很開心 說到這個 我想順便幫我的朋友宣傳一下 我有一個攝影師的朋友 她叫Cat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生 她拍出來的作品也都非常特別 然後她最近跟一個YouTuber 也是合作拍的一個系列 反霸凌的照片 那因為我有我剛才講的那樣的經歷嗎 天啊 我看是不是破音了 所以我在看她這次的作品的時候 也很有感觸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會把影片連結還有Cat的IG 就是貼菜說明欄 不好意思啊 不曉得已經扯遠了 總之我想表達的就是 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 那我一開始投稿遊戲影片的想法呢 其實還蠻單純的 我就覺得我玩的遊戲還蠻好玩的 那我希望大家看我玩 很幼稚對吧 結果現在真的一大堆人開始看我玩的時候 真的壓力突然變很大 但我現在好多了 真的好多了 我是說上個禮拜之前的我 所以大家也不用安慰我 現在真的是想通很多了 還好有好朋友在旁邊喔 那一開始我也完全沒有碰過剪輯影片的軟體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啊 所以我有先學了一下我自己喜歡的實況主 去模仿一下他們的影片節奏啊 然後看他們縮圖跟標題是怎麼去用的 那我都是照著他們的感覺下去做自己的影片喔 那我的偶像呢也就是參考對象 就是日本的實況主 人稱日本Top4的 レトルト キヨ カジマ 跟ウシザワ 他們在ニコニコ投稿的時候 我就有在看他們的實況了 那一直到他們轉移到Youtube上面 我也是繼續跟著看喔 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像他們那樣 當個成功的遊戲實況主 小小心願 大大夢想 那我想說反正都2000訂閱啦 我也想說那就辦個抽獎活動吧 那獎品呢是 一個動物森友會的化石 這是一個專門製作道具的工作室製作的 那他們那時候只有生產10顆 這是其中一顆 那詳細的辦法呢 請加我的IG看我最新的一篇文章啦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沒有什麼內容 完全就只是閒聊 感謝大家聽我講一些廢話 好啦 那就這樣子吧 那我現在真的好很多好很多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前一陣子的心情 所以不用特別留言安慰我什麼的 現在真的好很多了 好啦 感謝大家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下面謝謝大家 就會 Fantastic 我們在 сем日之間 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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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Ka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